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哎,今儿啊,咱真得聊天了,今儿不讲故事 上文书结束的时候啊,咱们就说了 今天呢,咱们主要得说一下啊 这六爷傅衡在出征之前 他那个姐夫乾隆皇帝究竟给他做了如何的部署 这调兵遣将啊,自然是有的 哎,这后勤呢,他也得跟上不是 不过今天早上起来啊 我看了看那个哥哥平台的留言 哎,我就发现呢,有朋友啊 他有问题就提出来了 我呀,就仔细的琢磨了一下 这些个问题还真得拿出一集时间来讲 如果呀,要是见份插针的往节目里安插呀 没有那么大的份儿 咱们呀,闲言少叙呀 咱们先说第一件事 这第一件事是什么事呢 就是昨天其实啊 我第一次在节目里啊 正式的提到傅衡 提到傅衡的时候啊 我就说这个傅衡,傅六爷如何如何 有人就说了,不对吧 这傅六爷是从哪来的呀 哎,没错 您呢,是多知多懂 这傅衡啊,他出生在哪一年啊 傅衡出生于这个康熙六十一年 他是那个傅察氏李荣宝的儿子 他呀,也不接啊,是九儿子 也不接是十儿子 为什么我也不肯定呢 因为这各个史料当中说法就不一 这李荣宝到底有多少儿子呀 本来就没有定论 我呀,在我的书馆里 称呼这个傅衡为傅六爷呀 完全是习惯了 哎,您别有疑问啊 我跟这傅衡没交情 哎,尽管呢 我现在跟这个傅察傅衡啊 我们爷们住的挺近 那怎么叫住的挺近呢 从我现在住的这个地儿啊 又是骑摩托车 奔富横坟呢 哎,跑快了那十五分钟 跑慢了也就二十多分钟 熟悉我的好朋友啊 还有咱们书馆的粉丝都知道 我现在呀,在陪着我们家小朋友疗养 哎,小朋友受伤了吗 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儿 有人说,哈,一听你是个有钱人吧 哎,真不是 是因为小孩的妈妈就在这附近上班 所以说呀,我们才能在这个地儿疗养 哎,一直啊 得等这小孩全越 哎,能跑能跳了 我才能回去 哎,这都是废话呀 咱们不多说 这傅衡福康安这爷儿俩的粉啊 离我这儿啊 奔乡就走 也就是啊 那么十七八里地的样子 所以说呀 我才说我们爷们现在啊 住的挺近 哎,为什么称呼这个傅衡为傅六爷爷 那是因为这是读书后遗症 很多啊 这爷识笔记啊 包括这个描写傅衡的小说啊 在这些文献当中啊 都是这么称呼傅衡的 我只是习惯了而已 那接下来呀 我就要跟您说说 那这是为什么 要说这傅察傅衡 要是没有这么一个当朝国母 皇后娘娘的姐姐 还有啊 就是当朝皇儿老爷子这么一个姐夫 这傅衡的命运啊 其实是挺凄凉的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殿里荣宝啊 在他一岁半的头上啊 就死了 所以说从小的时候 这傅衡啊 就是缺失的 不过有一点很幸运 他小的时候啊 哎 他姐姐也就是傅察皇后 还没出门子呢 五岁以前呢 这傅衡啊 一直是有姐姐一手拉叭着 所以说这姐弟二人呢 看则呀 是这个姐弟 实则呀 有这个母子情深 那更为幸运的是什么呀 幸运的是 这傅察氏啊 被指婚给了红利 并且呀 是这红利的嫡夫妻 雍正五年 这红利啊 与傅察氏完婚 这傅察氏啊 放不下家里边 这个五岁的小兄弟 于是就把他呀 带进了皇宫 书中代言的 为什么是带进皇宫啊 不是应该是 这乾隆皇帝的前邸吗 哎 就是这宝亲王的府邸啊 哎 实际上 这乾隆皇帝呀 在做皇子的时候 并没有出宫分府 那么他的前邸在哪呢 他的前邸呀 就在紫禁城里 位置啊 在内庭西北一点的 崇华宫 那这宝亲王宏历 和嫡夫亲傅察氏 住在崇华宫 那么这个小舅子傅衡 也自然就跟到了崇华宫 这一日长两日短呢 当时的公母皇娘 就是孝经县皇后 哎 就是雍正皇帝的皇后啊 就发现呢 自己儿媳妇的身边啊 有这么一个小孩 小小年纪啊 齿白纯红 长得又清秀 这傅衡从小啊 家教好 有礼貌 读书多 这种孩子呢 自然嘴就好使 那非常的嘴甜呢 在这宫里啊 有长有幼 跟谁也都非常的客气 这皇后啊 一下子就喜欢上这庆儿子了 她本身呢 就是一个五岁的小孩 在这宫里啊 又没有什么禁忌 于是这皇后老娘娘啊 就时不时的 把她叫到这个中翠宫 自己的寝宫当中啊 陪自己说说话啊 聊聊天 这时日也成了啊 这女儿俩啊 算是有感情了 于是呢 这皇后老娘娘啊 就传言一旨 说打今儿起啊 这复衡啊 仰在宫中 早晨起来啊 到上书房和皇子们 一同听课用功 到了下午啊 一块到五碑院 宫马骑射呀 都和这皇子们一样的练 在宫中啊 所有的阅历 以及供给 和这个皇子们一样 排在五皇子 红昼之后 并且呀 这皇后娘娘啊 有意无意的 总管着复衡 叫老六 您看啊 这个系里 肯定是不一样 这皇帝 皇后是绝对 不会轻易的 任甘儿子 最起码的 有情一代 我只听说过任甘闺女 没听说过任甘儿子 这原因很简单 就怕滋生出 豪横的殷勤势力 那这皇后啊 有事没事 人前人后的 总管着复衡叫老六 那么说话听音 哎 底下人呢 自然也就能揣测出 是什么意思 这层关系啊 虽然不明说 但是这底下人呢 宫女太监呢 哎 都改了口了 管着复衡啊 叫六爷 不光如此啊 就连这个乾隆 下一辈的皇子 以及宗使们 见着这个复衡 都管叫六叔 哎 这呀 就是这个复衡 复六爷 这个称呼的来历 咱们呀 恕不要麻烦 接着往下 说下一个问题 这下一个问题 就是啊 说这皇帝啊 哎 当然了 说的是清代皇帝 要是想把谁 抬及入旗啊 就是一句话的事 那么碍于这个 越中旗啊 他是一个汉人的身份 那么康熙 雍正 乾隆 这些用过越中旗的皇帝 为什么不把他入旗呢 这么一来呢 就省得呀 像防着外人一样 防着这越中旗了 这里边啊 还真有一个典故 哎 您要问旁人呢 可能还就不知道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证实啊 没有记载 那么这件事 它事出何点呢 哎 它出自啊 这个清败类钞 您要是有兴趣啊 您可以去翻翻 就在清败类钞的 诗有类篇当中 这上面记载啊 说这个越中旗啊 这一生啊 君子不党 没跟谁啊 过多的结交过 他在京城当中啊 唯一能说得上话 聊天聊到一块的 就是这么个人 谁呀 雍正皇帝的完人十三弟 哎 就是遗贤亲王 印祥 这书中并没说呀 他们这次聊天啊 到底是什么时候 不过据我推测呀 应该是雍正七年的前后 大概呀 就是雍正七年 因为雍正七年 越中旗获分啊 宁远大将军 到了雍正八年的时候啊 这遗亲王印祥啊 可就死了 那这谈话内容 他又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呀 这越中旗 为什么没能入旗的事 说有这么一天啊 这越中旗和印祥两个人的 哎 闲聊天 这越中旗就说呀 说王爷呀 您别看我现在呀 在西北军中 位高权重 可是您知道 这军中上下 记恨我的人 有多少吗 这绿营的将官呢 首先是嫉妒 这大伙都是汉人 你怎么就能做到 亲命宁远大将军呢 这齐人将领啊 干脆就是恨 作为齐人呢 身份我比你高贵 我凭什么听你的呀 这耶亲王印祥啊 倒是一个城府颇深的人 听完越中旗这些话呀 他都没言语 转过头来呢 他就和这个雍正皇帝说了 这雍正一听啊 哎 一琢磨一言 对 于是呢 他就跟这个十三爷印祥说了 说十三弟你看 我倒是有个办法 可以解决这件事 不如啊 就让这个越中旗啊 入旗算了 这事儿 他不是没有先例 当年这镇海猴侍郎 打去台湾之后啊 这仙帝也就让他入了旗了 这一下子呀 在军队当中啊 就没人敢以这个身份问题 质疑施朗了 如果让这个越中旗 入旗之后 这些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 这么着 十三弟呀 你呀 先去和他聊聊 探探他的口风 你别说是朕的意思 看一看呢 这越中旗 他有没有 哎 入旗的心 这印祥啊 后来再见到越中旗 和越中旗聊了许久 不过呀 他一直就没提及此事 后来呀 这雍正皇帝 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啊 就问及这个十三爷印祥 说这个十三弟 你为什么没跟这个越中旗 提到入旗的事呢 这印祥说 这事儿不好说 为什么呢 说我跟这个越中旗啊 聊了好几次天了 我听他呀 话里话外的这个意思啊 好像不太愿意入旗籍 雍正的 听完这一亲王的奏报之后啊 点点头说 那要是这样的话 那以后啊 你也就不要再提了 关键是有一点呀 这书的作者是着重的 又提了一笔 哎 这作者说呀 上书这些事情 越中旗是从头到尾都不知情 也就是说呀 这越中旗 越军们压根就不知道 这雍正皇帝和一亲王印祥 这二人啊 商量过让他入旗籍的事儿 那么这里边啊 问题就多了 为什么这雍正皇帝 要让这越中旗啊 入旗籍呢 当然了 很简单 显然是要保护越中旗 提高了越中旗的身份之后啊 那这军中就不会有那么些 抗兵不从的满汉官员了 那么这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这越中旗 他不愿意入旗籍呢 显然跟他的身份有关系 您别忘了 这越中旗可是越非越军们的二十一代孙 如果说这越中旗入了旗籍 成了这个旗人 他还有没有脸回家祭祖的时候 跪在这个抗金名将越非的话将前 所以说碍于自己的身份 这很有可能就是越中旗 不愿意入旗籍的原因 哎 这紧跟着第三个问题就来了 这就是啊 雍正皇帝听闻印象奏报啊 说他不愿意入旗之后 说了如果这样 那你以后就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 显然呢 在小心眼的雍正皇帝心里啊 就埋下了这个仇恨的种子 也导致了在雍正朝啊 这越中旗差点把自己的命玩丢了 那到了最后这雍正皇帝的意思啊 就更简单了 那显然你越中旗是瞧不起我旗人的 你瞧不起旗人的 那你就是藐视正宫 那你对我这个朝廷 那肯定就是三心二意啊 所以说呢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 那么千一发则动全身 就导致了 包括现在已经换了皇帝了 已经是乾隆皇帝当朝了 这越中旗啊 还是不能败为大帅的原因 又回到啊 咱们上集交代的那一句 这就是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 统治大族 从骨子里边的不自信 得嘞 今天咱们这段书我就聊到这儿 虽然呢 没接着咱们的书目讲 也算是回答了很多粉丝的问题 还有好朋友啊 让我聊聊这个清代的爵位和观直 哎呀这太长了 今儿也插不进来 我看呢 咱们是不是能放到啊 这依次金川大劫之后 朝廷封赏复衡月中旗 一干功臣的时候再聊 得嘞 天不早了 您早些着 咱们呀 明儿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